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本会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留学中国大学可申请的奖代学金 如果你正在计划留学中国 这些奖学金可能会为你提供帮助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还有哪些奖学金可以申请吧 第四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一些中国大学也会提供自己的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这些奖学金可能与中国政府奖学金不同 包括不同的资助标准和要求 你可以在你所申请的大学 网站上查看具体的奖学金信息 第五 优秀自费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优秀自费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是 由中国政府和各地政府提供的 用于支持来华自费留学并表现优秀的国际学生 这些奖学金数量有限 通常需要在学期结束后申请 第六 大学新生奖学金 大学新生奖学金是由各个大学提供的奖学金 用于奖励新生在入学考试或高中成绩方面 表现出色的国际学生 这些奖学金的数量和标准可能因学校而异 申请时需要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 第七 本地企业奖贷学金 我国企业 华团会馆也会提供奖贷学金资助学生到中国留学 这些奖学金通常数量较少 但申请时可能会有更低的竞争 申请时需要查找相关信息并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 如果你想申请这些奖学金 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奖学金类型并查看申请要求 不妨到本会的刘华侨教育展网站查看 这里还有很多的中国大学奖学金等你来申请 如东盟奖学金 本地政府 企业奖学金 代学金 获助学金等 大家可以点击这些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哦 此外你还需要通过中文或英文语言考试 来证明你的语言水平 一些奖学金可能会要求你提供HSK成绩或其他语言考试成绩 因此你需要提前准备好并参加相应的语言考试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你更好的 了解中国的奖学金制度 并帮助你顺利申请到奖学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